五七七年貌 代表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特別觀察 今天全球的市場都出現反彈了 那特別關注的是 今天晚上 美國將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繼上週中國公布的消費者物價 跟生產者物價 都出現明顯反彈之後 在昨天歐元區公布的 最新消費者物價 也出現了近兩年 最強勁的復蘇跡象 可是全球股市 為什麼在今天出現 開高走高的一個強烈的反彈 特別是入股在今天 成為全球市場的領漲核心 要怎麼做觀察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 來做投資競賽的一個解讀 我們投資競賽紀錄了第三週 但回顧前兩週 到底優勝是誰 而且特別是在連勝當中 見到一些高手 在民間的一個高手現象 好 那我們要觀察 全球受到利率逐漸緩 緩升的一個發展 很多財務抗爭很高的公司 包括昨天我們提到的亞馬遜 甚至Tesla 這個全球電動車的領導品牌 Tesla 最近倒霉是不斷了 那股價也隨之開始出現 崩跌跟重挫 那電動車的泡沫 會不會是本波科技 也反彈最大的泡沫之一呢 那電動車到底是神話還是假話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四位來賓 一起來參考討論 好 第二位請教的是 我們形態大師 蔡英才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是我們 資深財經記者 第1名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的 這個奇惠音樂員 愛麗絲 好 第3位請教我們 財經部落客達人 坦克爺 好 我們先進行我們 我們來觀察 先從我們看到 第一屆的5G健爆投資競賽 進入了第三週 再來第二週 因為全球出現了大行情 所以似乎參賽者跟投資者 都得到非常大的獲利回報 到底戰況如何 我們進行廣告 我來告訴你 好 我們看到我們從10月初開始的 投資競賽已經進行到第三週 回顧第一週的時候 這個行情波動不大 可是高手雲擊 出現非常激烈的排名變化 進入了第二週 我們看到第一個 在英鎊大扁之後 這個行情余波蕩漾 另外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看第一個 美元指數強彈 而油價的50塊的指紋 也使得很多農產品的行情 出現噴出的一個發展 另外我們看到債券市場 更出現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那進入了第三週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戰情變化 我們一起來回顧 第二週的一個行情 這個是個教學相長的一個活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別人成功的經驗 從目前市場概況 知己知彼 很少投資人有機會了解 你的對手在做什麼 透過這次投資競賽 我們讓大家彼此互相切磋了解 所以我們先從這次投資競賽 最新的表現做觀察 我們從行業別人分 從這個年齡分 從交易習慣來分 讓你知道在這個市場 不管是股票市場或是期貨市場 它可能是一個聯合遊戲 什麼叫聯合遊戲 就是你賺一塊錢 就一定有人賠一塊錢 你賠一塊錢 那一塊錢你沒要賺走 所以這個聯合遊戲的一個 投資環境當中 了解對手 可能比了解自己更重要 好 我們先看到賽程 在第二週的一個發展當中 現在 了不起喔 經過十個交易日 進到上禮拜五 現在能夠維持十連勝的 這個難度非常高 因為不僅每天要獲利 而且你要打敗隨機配對的一個對手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賽制 基本上是一個隨機配對 就像是美國職棒聯盟 像NBA 像台灣的職棒一樣 它是有配對賽 一定會找一個對手來做競爭 所以第一個 你要正報酬 要賺錢 而且你要賺得比對手多 賺一塊錢也可以 至少你的對手要打敗他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進行到第十天 了不起 有人十連勝 這個十連勝就代表不敗戰機 每天要賺錢 而且能夠在十天 打敗電腦隨機配對的不同對手 這是個非常了不起的 當然我們看到九連勝的也不少 有兩位 八連勝的也有十二位 這是海外期貨的部分 至於國內期貨就相當難做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包括九勝 八勝都只剩下各位數字 到目前為止我們觀察到 總計國內期貨的參賽人數 已經來到了7098人 而國外 海外期貨的參賽人數 也有1846人 參賽的人數現在越來越多 也歡迎觀眾朋友來參加我們比賽 你上網搜尋 武器紀元報 人機對決 我們現在分析一下 在第二週 因為台北股市出現比較大的震盪 所以輸贏的一個變化 從先講國內期貨好了 國內期貨當中 我們這次參賽當中的9000人當中 有7116人下單 上禮拜經過我們的配合單位 協辦單位群應期貨的一個 電腦的一個統計之後 獲利的人有3299人 佔總下單人數的46% 虧損的人是3817人 虧損比例是54% 這跟我們傳統的八二法則 怎麼越來越遠 似乎賺贏一半一半 所以期貨市場 第一個 比股票市場好像勝率更簡單 第二個 它似乎零和遊戲的情況更明顯 大戶不見得佔有優勢 像你玩股票 台積電 外資一份報告 有人先拿到 可是美國農業部的 黃豆小麥運報告 大家接受的訊息的時間 幾乎是一致的 所謂出現 包括海外期貨 我們看到 獲利的是818人 虧損的是884人 它的損跟益 42比48% 大概也是一半一半的一個水準 所以似乎獲利的機率是滿高的 所以我們官媒來掌握到 到底誰贏誰輸 我們必須要從幾個角度做觀察 第一個我們先看到 國內組到底這一次參賽的人數更多 所以按照大數法則 我們也可以看到 台灣期貨市場的 參與的聯名結構 第一個我們看到 在全台灣做國內期貨的 大概第一個 這個色塊是30歲到39歲 佔了總參與人數的28% 第二個是40歲到49歲 佔27% 50到59的佔23% 可是很難得 有9%的人是20到29歲 他才剛剛符合開戶資格 就佔台灣期貨市場 10分之一的市場 當然也有高領主的 有70歲以上的前輩佔佔2% 心臟要夠強 海外期貨部分又出現比較大的扭轉 更為年輕化 特別是包括了20到29歲 30到39歲 40到49歲 似乎年輕人對於海外的商品 更有興趣 海外商品包括什麼 包括匯率期貨 包括了英鎊 日元 美元 另外還包括指數 德國 道琼 日金 還有包括商品物料 從貴金屬一路 可以做到石油跟黃豆 所以似乎年輕人 對於海外期貨的興趣 比國內期貨來得更大 這目前按照 大概將近9000人的樣本 我們做了一個統計 按照工作來分就更特別了 事實上 很多這個期貨投資人 他都是專職 所以在行業登記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自由業 那另外從商的有700多人 那另外對於資管 對於數理比較了解的工科背景 有432人 所以事實上從這個企業比例看到 事實上參與的社會這個角度 是人事的背景是非常的廣 所以我們看到非常榮幸 還有軍公教人員 還有便利商店的店長 還有包括了總經理 還有醫生 還有包括像一般的我們看到的教師 都在這次參賽當中 光是老師就有38個 醫生就有17個 包括我們看到這種加盟店的店長 有24位 都在我們這次競賽過程當中 好 講完我們看到的初步的結構之後 我們就要看到這個成績單 特別是在第二週 我們現在有兩個成績 第二是上週的比賽 一個是從第一週累積到 第二週的連續性的比賽 從第二週當中我們先從國內期貨做觀察 上禮拜的勝率非常非常的高 前10名的勝率都在50%以上 特別是第一名 這個非常了不起 做了14口小台 獲利率高達74% 勝場數是4勝 然後零和 成為這一次在上週的國內的冠軍 等一下我們做細部分析 另外我們看一下國內期貨的機器人組 大部分口述就比較穩定 但也維持在五成以上的勝率 從海外期貨的部分 我們看到 這個變化就開始慢慢變大 上禮拜的第一名是做A50 關於什麼是A50 A50就是大陸股市的期貨 因為大陸股市的期貨 對台灣人投資比較不方便 所以大家習慣像在新加坡的A50 上禮拜的第一名 台灣的投資人 這個代號叫A81XX 他俐稱他下了兩口 創造了191%的一個正報酬 第二名是做的是東京橡膠 創下了105%的報酬 等一下我們請蔡老師幫我們做分析 到底這個行情在哪邊 為什麼能夠成功來做掌握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國際機器人組 海外期貨的第一名 是創造38% 他做得很廣 從糖 歐元 可可玉米 到印度的股市指數 到東京的白金 包括了新加坡的股指 到墨西哥的P所都做 而這個成交易得到了第一名 好 我們看到 其實從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贏家在做什麼 蔡老師我們看到 第一個A50期貨其實非常熱 A50期貨在上禮拜 超過了上第一週的德國股指 股價指數的期貨 成為整個機器人交易的第一名 我們先從這邊做觀察 第一個A50今天發動 很妙 從上禮拜投資人就要觀察了 他為什麼知道今天發動 因為今天大陸股市出現了 開高走高的殘紅 而且做出了突破發展 有人先知道 上禮拜開始領先佈局 而且上禮拜就開始獲利了 另外從青月油之外 我們看到最近黃豆小麥玉米 在10月13號 美國農業部公佈報告之後 出現了整個多空扭轉的發展 蔡老師先幫我們做觀察 這個上陣 我們上次來不是說大陸11長假 連續三年了 連續三年都從11長假之後 開始發動 這個上陣的一個日線 在上次突破頸線之後 這邊不是跌破嗎 但是為了慎重幾件 我還特別 我在臉書上特別 你要看2931 我很少說破線之後 還要再看一個支撐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下跌不帶量 破線不帶量 而且它整個結構 因為這個大的一個結構 是從萬科上那個 就是大陸最恐慌的那個時候 萬科一下來 一上來就是連續跌停板 所以它是從它的這個 利空中開始發動的 所以為什麼要看好2931的原因 是在這裡 還有一個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上陣的這個周線 剛剛我們講到 上陣的日線 在這邊是跌破了 但是在周線 它只是一個下影線 所以周線的三角 我有講過是三角形 我現在整個畫到尖頭過來 這不是尾端突破 這不是尾端突破 很多人把它看成尾端突破 你看突破的地方在哪裡 這分是1分之1對不對 對 我說1分之1到3分之4處的突破 都算有效突破對不對 突破的位置在這裡 是 這個叫做突破 這裡哪裡叫突破 這叫回側 對 這只是回側 這叫頸線 這是突破頸線 這個叫回側頸線 這不是突破 這只是另外回側頸線 它之後的一個發動 所以突破的位置 是在四分之三處 這個叫做有效突破 所以在周線上 它還在有效突破的格局當中 而且在回側的過程當中 這邊又出現一個凹洞量 對 你看每次整理到最後 就是一個凹洞量 那個就跟大K昨天講的 台灣不是一大堆股票 拉高整理到尾端都會量縮 那意思都是一樣的 對 量破但架不破 就是要轉折了 所以就是說在周線上 它並沒有跌破 而且日線上2931 這次回側它是守住的 所以因為大陸股市 我常講的 3000底以下 就是長期的低點 那是我長年的經驗 在觀察新興股市 他們到哪裡 會是一個長期的底部區 以前講的 因為今天我們不要講太多 以前會重複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相對恆生指數在上一次 漲得就比較快對不對 對 一升漲通 漲得比較快 但是結構上 恆生指數的操作難度會比較高 因為為什麼 在操作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如果是在底部的 底部區的 你只要拉回買就好了 你只要往下接近 比如說這個2931 你2950上下你都可以買 3000點以下你可以買 很容易就上 但是這個就不一定 因為一漲上來之後 它的波動的一個幅度會比較高 所以操作難度就高了 所以現在就看 上次是看22260 那現在就看22843 就看這個支撐就好了 對 這個支撐只要守住 你這個任何拉回 接近這邊都還是一個買區 因為我們看人民幣這波的大扁 像今天這個彭博社 引述中國官方的權威人士 是過去這一個月的時間點 這個各國類 類似類 類央行機構 就跟中國的央行 大概升起了超過 1000億人民幣以上的部位 來進行互換 那這些錢就是作為外匯儲 因為那個央行機構 就包括中央銀行 包括主權基金 包括國際貨幣基金 都開始進行一個換匯 就是可能過去是美元 歐元 現在換成人民幣 而換成人民幣之後 這些錢理論上是要買資產 來做一些固定收益的一個回報 而固定收益的回報 又會排擠一些資金 會不會進入股市 現在從香港股市跟薩函指數 有這個味道 在一個市場上 你只要一開始發動量一出來 資金居然就會 尤其是大陸最明顯 是 你說從那個 你說台灣或者是國際日本 S&P這些 你量也衝不出來 你沒有辦法去吸人氣的 有辦法從底部有辦法發動量來吸人氣 大概就只有大陸股市 所以這跟台灣以前的模式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很容易理解的 黃小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農產品裡面 黃小玉我們上次 上禮拜講就是說資金往這邊跑了 小玉 玉米是最快發動的 底部 上次一個底部 兩個雙底成型就先噴一波 這個就是10年的底部區 這個地方就是10年的低檔區 所以即使說他V型反轉了 這邊又破了前滴了 這邊好像又要破前面的低點 看起來雞雞可惟 隨便一拉又是一波 那就是警線 因為這種就是我講到的 這是一個商品 他到10年低檔 就息息抵押給的原因 小麥也是一樣 小麥相對上 這邊的一個空間就出來了 他也已經突破這個警線了 所以說最近做黃小玉農產品的 獲利率應該會不錯 因為這個隨便一拉 都有一個行情 那另外像這個黃豆 黃豆是最晚發動的 為什麼 因為他離10年的低檔區是比較 相對上是比較高一點點 老師 最近黃豆油是漲翻天 這個豆油薄比 黃豆油跟黃豆粉的比價格比 現在這個數字拉得有點開 所以黃豆會不會補漲 所以當然有機會 因為你看在這一波漲完之後 這邊的修正當中 這裡的修正當中完全無量 所以說一旦突破的時候 它的這個機會比較高一點 是 那個上面的機會也比較高 但是強者很強的話 通常會看玉米會比較 因為我們講領頭羊就是領頭羊 就像大陸股市看一定要看什麼 看那個酒鬼 對不對 看那個股王就好 哪一個是屬於強勢突圍的 通常就看那個強勢的會比較好 玉米 看爆米花不會出現 好 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到底台灣 這個對於海外投資商品 有非常多的管道 有人喜歡買基金 落伍了 有人喜歡買ETF 很保守 可是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投資海外商品 我們看到從這個國內 國外的 目前最熱的商品當中 包括我們看機器人當中 像最熱的是做小台紙 然後海外的部分投資 包括小稻窮 清原油 還有A50指數 其實非常多人喜歡 來做這個指數上面的操作 那我們現在要觀察 從過去兩週累積的操作 郭敏遠 你看這畫面很複雜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 他有本週排名 有上週排名 第二個 他的分組 他的暱稱 因為我們不要公佈曾姓名 這個有各支法的問題 那有勝場數 負場數 核局數 累積獲利率 然後另外我們有分五大因子 來做量化 假如你參加這個比賽 基本上我們的配合券商 他就會把你的交易習慣 給分清清楚 讓電腦比你還更瞭解你自己 所以這個比賽好玩的地方 你有時候你不知道 我到底交易的習慣怎麼樣 可不可以經過這個賽制 分析出來自己交易的習慣 分成幾個 第一個是勝場數 第二個是獲利率 沒有 會贏不代表會賺錢 沒有 就跟林書 當年林來風一樣 你說他真的很準嗎 沒有 可是他可以帶動紐約黎克隊 不斷的創造奇蹟 不斷的連勝 所以會贏的球隊重要 還是賺大錢的球隊重要 這有兩條思路 像洛杉磯胡人隊很賺錢 可是球隊一直輸 可是贏很多 不賺錢 感覺又怪怪的 所以我們有這樣分析 一個是贏很多場 一個是賺很多錢 但我們看到就觀察來了 有一個人竟然十連勝 這個人也太恐怖了吧 從來不會輸 不管他的交易廣度 還有他交易的頻率 他的獲利率跟市場數都極強 過去他總共交易了111口 而且他交易商品非常廣 有日元 日 白銀 英鎊 黃金 瑞士 法蘭 歐元 剛 澳幣 基本上是以外匯為主的 創造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成績 上禮拜第四名 這禮拜已經進入了第一名 在愛麗絲我們要觀察 因為事實上很多高手在民間 在熱身賽的時候 郡商給我的資料 說第一名是一個退休的老先生 每天就是做一個小稻窮 一天做平均四口 每天都賺1萬塊錢 從來沒有人認識他 可是當有這個比賽的時候發現 高手在民間 所以愛麗絲這個第一名 現在按照你們最近的追蹤 到底什麼樣的背景 能夠十連勝 而且是個外匯專家 你幫我們做一些解讀 我們這個客戶 他是 他其實是一個開計程車的司機 他開計程車已經有長達 二十幾年的時間了 開二十幾年的計程車 然後他一直在專研 就是在外匯的這個部分 但是可能這幾個月 他就突然開竅了 所以這幾個月 對 所以他這幾個月 就是怎麼做 就怎麼賺錢 那你還是有點專業吧 他做了二十幾年 應該非常非常的 有下功夫跟研究 對 所以他應該是 二十幾年的心路歷程 累積的 那我們有跟他就是做過訪談 就是問他他的交易的心得 那他交易的心得是在這邊 是 對 他說他就是機會多一點 他就會多做一點 我看出來沒什麼機會 剛剛請蔡老師幫我評論 老師 他的交易頻率很高 非常高 是啊 你看這個英鎊 他就是跌升反彈對不對 所以說英鎊到一個滿足 或者是我們下影線那個地方 搶他的反彈 尤其你 那個這種東西 一定是要看什麼 短線的 那分時線 是 對 分時線他一看到往上 或許因為有時候 短線也有所謂的盤整跟突破 對 那你做一個突破 他馬上就會有個價差結構 對 歷史他有什麼專長 他那麼強 這個中間的多空做的頻率非常高 那我們的研究部就 我幫他統計出來 就是他在這一天三分鐘 賺了一百五十七點的英鎊 那相當於是台幣的六萬多塊 七萬塊 對 所以我們就幫他統計了 他可能要開三天三夜的計程車 才有可能賺得到這個錢 是 他在你們這個券商開戶開多久了 據你的瞭解 其實開戶已經有幾年的時間 因為他很低調 因為他非常低調 對 所以很多人非常低調 他非常低調的老先生 非常低調的老先生 開計程車 開計程車 但很懂外匯 他做了日元英鎊 瑞士法蘭 歐元跟澳幣 對 所以他什麼時間下單 他開車很忙 他沒有時間看盤 他就是開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下單 其實都很方便 很方便 對 對 所以他可能 等個紅綠燈就可以下單 等紅綠燈就可以下單 我們研究半天才下單 還等紅綠燈就可以下單了 他就說 彈哥也我們看一下 因為基本上這種長勝的冠軍 很難得見到 尤其是你看從熱身賽 也是一位退休組 到現在的正式比賽 又是來一位開艦車的一個 司機大哥 雖然年紀有點大 可是事實上他對於外匯操作 能夠做外匯交易的 其實不是簡單的交易員 其實這幾年 這針對外匯的交易的人數 跟這個頻率是增加的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不管是遇到歐元 日元 或者是像這個先前的 甚至是美元指數的部分 其實整個交易的人數 我們觀察到是往上走 這裡的話其實這種民間高手很多 我的觀察我認為說應該是 他有本身自己的一個 埋進訊號的方式 就是說出現這個訊號我就進場 然後什麼 你開艦車怎麼可能 沒有 我真的 我每天早上出去的時候 都會遇到 現在很多計程車司機 以前都是中小企業主 貿易商 他們在可能年輕的時候 就做這些進出口 其實很有經驗 很有Sense 對 很有Sense 像我認識一家 汽車業的大老闆對不對 他其實這一輩子賺錢賺最多 不是賣汽車 就是做外匯買賣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是跑汽車雜誌的 萬民哥做千雜做20年了 所以這個汽車業老闆 是做外匯賺大錢 就是賺大錢 真的 不是賣汽車 對 不靠車賺錢 做什麼 做日元 主要做歐元跟馬克 那就是做代理德國車的 所以很容易我們看到 其實這外匯其實風險很大 因為他槓的很大 像剛剛愛麗絲講 可能一百多點就瞬間三分鐘 就六萬塊的輸贏 剛看了愛麗絲給我們看 愛麗絲看了這個手板 觀眾朋友不要覺得他很神奇 因為他是贏家 他從九千多名的第一名 所以看到低點就賣 高點就賣 低點就賣 高點就賣 幾乎是不會輸的 跟程式交易做的差不多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說 重點是在於說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公式 我的觀察 就是他一開始可能就已經制定好 他要做鄉型或者做波段 然後依照出現的訊號來做因應 就是事前先模擬好 因為我們觀察到 其實很多這一類型的高手 我們本身認識過或接觸過的 其實都是自己已經發展出 自己一套買進的訊號 你會怎麼建議一般的 出入外匯交易的投資人 你會建議 一般我會先覺得就是 先針對量大的幾種貨幣 先觀察他的走勢 就是然後再看說 到底是目前是有趨勢 上升 下降 或者是盤景 趙老師你做過外匯嗎 我聽過你做過什麼紅豆 橡膠期貨 那個都很早以前的事 你說像剛剛這位先生 他的一個操作上 他應該是設定了一個 一個基準點 或者是他會有一個量的觀念 不過以我來講 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 因為這種 他這個短線的一個操作 你看他連往下的一個盤整 他都是做買在獲利的 對 所以說他有他的看法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一片天 所以他應該有他的技巧在 不過做短線的一定有 一定有一個原則 就是不隔夜 不做隔夜倉就對了 一定不會流倉 所以你看未來連勝的一個 很多短線連勝的 幾乎他都不會隔夜的 對 就不會流倉 而且是我們看到 這個城市交易很特別 因為城交易到目前為止 其實第一名六勝兩敗兩合道 他竟然是副報酬 這次城交易 其實有出現很多高手 你幫我們分享 這次從這個參賽 大概有將近一千支 國內外的城當中 有什麼值得可以分享的故事 像這個機器組的第一名 因為他是我的客戶 所以我對他的案例會比較了解 他本身他其實非常年輕 他是一個醫生 醫生喔 對 然後他不到40歲 但是他已經退休了 他就不看病就看 對 他就不看病了 他的專長不是神經科 不是心臟科 他的專長是黃金科 對 因為他一直對 就是操作金融商品很有興趣 可是因為他不是工程師 所以他不會寫城市 他把他的策略 找了一個工程師來幫他寫 但是因為這個工程師 並不懂金融商品 所以沒有辦法 把他想要的策略寫得很清楚 所以最後他就自己去研究 怎麼樣寫城市 對 他就從頭學起 學寫城市 然後把他的策略再套進去 他的城市裡面 你這位客戶 他基本上他大概 開戶的時間有多久 這個金融交易的時間有多長 應該五年左右吧 五年左右可以維持那麼好的成績 算不容易 他幾隻城市在跑 就靠一隻城市嗎 他為了這個比賽 他剛才特地寫了一隻勝率 大概有八成的城市 他可以為比賽 只為了要打敗 其他人 打敗對手 不為了獲利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有時候贏家很特別 有時候有人要名 有人要力 不是 要名跟要力 其實都一樣 不見得要名就不對 不見得要力就不對 所以他為了寫這支 打敗別人城市 就是為了成就感 對 可能 所以他打敗一堆資工的人 因為我們看第一週的 是資工背景 好像這個禮拜表現的 就好像調蠻多的了 反正被一個醫生打敗 對 所以他平常做什麼休閒 他其實就是很全職在下膽 所以他每天在看盤 他之前在寫城市的時候 每天都是寫到凌晨兩三點 但是他早上七點還是要看診 七點還 那時候還看病還在看診 對 那時候還在看診 所以他這個醫師朋友 現在已經退休了 對 也不看診了 這個有機會 我們叫愛理師幫他請來 我們問問看 到底有什麼樣特殊的一個專長 所以我們看到 包括這一週 第一個這個計程車司機大哥出現 成為目前最有可能 拿走我們雙B名車的參賽者 另外程式交易當中 有特別的醫師朋友 為了要打敗別人 寫一支寧願不賺錢 可是我們這次賽制 是比勝場數 寫一支勝場數勝率極高的一個程式 來參加比賽 目前維持的是六勝兩敗兩合的成績 包括他做摩胎子 包括了做大陸的A50指數取貨 都創下相當不錯的一個家計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從整個第二週的起火市場當中 歡迎觀眾朋友繼續來加入參與 在這個市場當中 讓了解自己 讓你了解對手 好 我們今天我們回來觀察 在起火競賽之後 第三週進入了我們三分之一了 這個比賽到底會怎麼發展 我們持續為觀眾朋友追蹤 好 另外我們要觀察 本來我們要送這台車的 Tesla 結果Tesla果然沒送是對的 因為泡沫 現在股價大跌 甚至華爾街投行說 Tesla看得了明天 看不到後天 為什麼這樣說 而台灣的Tesla概念股全面大跌 難道電動車原來市場泡沫嗎 這樣果然告訴我們 好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電動車Tesla 最近Tesla也在進軍台灣市場 所以我們看到 在幾個重要商圈 都有Tesla的展示間 其實我們的競賽活動 本來享受這台車的 後來先知先舉 電動車會不會成為一個泡沫 我們看最近Tesla的股價 呼吸出現非常意外的事故 不是開車事故 而是股價出現的事故 而且投資人也出現了 不曉得 傷亡 掛嗚嗚嗚嗚嗚的也不少 這股價已經創下三個月新低 而且目前從整個型態當中 破跌壓力越來越大 這是日線 我們從月K線做觀察 其實這個月線 觀眾朋友 這個怎麼畫都很醜 你怎麼畫都很醜 一個 這個一堆山 那目前已經來到井縣附近 到底Tesla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觀察 台灣的Tesla概念股 第一檔當然是我們汽車 齒輪箱 變速箱第一大廠 核大 觀眾朋友 在8月30號的時候172塊 到今天的時候跌停126塊 你不要懷疑它不是地雷 可是它踩到了地雷 它的客戶是不是個地雷 所以我們看到核大股價 在過去長期維持在150塊之上 瞬間在兩個月不到時間 股價接近打6折 而且目前今天是往跌停來做靠近 另外包括像Tesla概念股的F毛林 這股價也在做大跌 所以觀眾朋友注意到 台北股市本身結構改變 電子股除了台積電 聯發科 大力光區管之外 其實電子股跌得咪咪茂茂 像台北股市今天開低走高 觀眾朋友 你去看 全部漲的是水泥 紡織 作畫 包括了像一些的 一六類的電器電纜 全部靠這些股票在做撐盤 所以事實上台北股市的結構 也在做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跟電子股相關的 相關廠商都出現相當大的修正 Tesla會不會是個泡沫 第一個我們看到昨天最大的消息 蘋果幾乎是完全放棄了 它的自動車 電動車跟自駕車計畫 它整個泰坦計畫 現在基本上這個團隊 幾乎是要做解散 而其中已經超過有一半的團隊 已經拿到了資遣費 或是主動調單位 蘋果為什麼要放棄電動車 跟自動駕駛系統 各位朋友 第一個問題 蘋果錢非常多 錢太多 它去投資電動車跟自動駕駛系統 其實對於它的未來是有發展的 可是蘋果為什麼放棄 現在有可能轉區跟別人合作 蘋果是習慣把核心技術 抓在自己手上的 可是在這個時候 宣佈放棄了電動車跟自動駕駛系統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蘋果看到什麼 好 第二我們看到 德國的聯邦在昨天 公布了自安特斯拉 禁止使用自動駕駛系統 因為第一台在德國公路 行駛的特斯拉的自動車 才一上路就去撞人家遊覽車的車屁股 把大家都給嚇壞了 所以現在德國汽車之國 汽車王國的德國 禁止特斯拉再度用自動駕駛來做測試 雪上加霜的是整個華爾街 目前認為特斯拉已經面臨 非常大的財務嚴重的缺口 因為馬斯克宣稱特斯拉跟Solar City 就太陽能公司 不需要在年底前重支 華爾街說不可能 因為目前按照特斯拉的資金換算等等 資金缺口自產在125億美元之大 所以這個馬斯克想什麼 最近特斯拉跟他Solar City的股價 連續性的崩跌 幾乎已經使得投資人 慘遭非常嚴重的套牢 觀眾朋友 這時候跟升息有關 昨天我們提到 斯科認為亞馬遜市場泡沫 為什麼 亞馬遜把幾億的機台 租賃的方式 擺在客戶的公司 辦公室 用非常便宜價格的租賃 來搶佔市貸率 斯科說亞馬遜你是中國嗎 你是中國廠商嗎 怎麼可能用這種補貼式類似零元手機的方式 把Servor擺在企業客戶那邊 觀眾朋友 零元手機可以玩 因為一支手機其實很便宜 可是一台大型的伺服器 或大型的雲端計算的一些設備 可能耗資就是2000萬美金 可能高的 貴的 可能上億美金 可是亞馬遜用幾乎零元的方式 擺在客戶那邊 租賃給客戶 幾乎是送給客戶用 來搶佔市貸率 所以斯科說亞馬遜 基本上只要美國一升息 亞馬遜一定破產 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看到 美國股市當中 從Tesla的泡沫 跟亞馬遜的泡沫當中 這兩支股票最近被壓戳破之後 股價開始狂跌 我今天先請問外民哥 你對於汽車比較有研究 也特別有研究 這個Tesla的電動車 從我們上次做過 大陸在氫電池的汽車當中 做出重大突破之後 會不會電動車真的是一個過渡產品 而股價現在回之來的就是暴跌 你有沒有觀察 Tesla跟蘋果 他們各有各的發展策略 Tesla策略它是基本上 它是從高端市場周期 把它當作是有錢人家的 第二部車 第三部車的市場 去進行這種行銷 所以像它最便宜的Model 3 出來至少也有三萬五千美金 你先看出來 預售的時候非常叫好 已經有三十七八萬輛 每個人繳一千塊錢美金的定金 就可以擁有這個所有權 但是我估計大概 按照現在Tesla的產量 可能也要三四年以後 至少這三四年以後才能交車 這就是一種行銷的一種噱頭 但是你這個鎖定 所謂高端的消費課程來講 它市場畢竟還是比較有限的 它能不能把這個市場擴充上去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我都知道1886年 彭斯他們第一部車生產出來以後 其實德國在20世紀之前 它的汽車其實跟Tesla的情況非常類似 都是主要不是賣在德國賣 只知道主要是拿了巴黎賣給有錢人的 一直到這個福特T型車出來以後 汽車才開始普及化 這個蘋果更好笑 蘋果基本上是一個IT廠 就是一個電腦廠 手機廠 或者說做一個IOS平台的一個公司 汽車這個玩意兒 它其實跟一般資訊產品最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一個大系統整合的 小手機對不對 雖然你可以找出它有幾百個零件 但是一個大汽車對不對 有幾千個 甚至是三萬個零件 如果你是自動駕駛車的話 還涉及到人工智慧 傳感器等等的這種系統 你要把它軟體 硬體結合在一起 其實它這個複雜度 遠遠超過手機的複雜度 所以你用複雜度簡單的產品 做到複雜度困難的產品的時候 你就會碰到很多障礙 相對來講我有時候覺得 現在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既有的汽車業者 他們要從複雜度高的這個產品 走到複雜度低的這個產品的時候 它的障礙說不定反而還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蘋果失敗 是不是表示這個行業都不可能成功 其實我們看幾個IT產業 跨足汽車都失敗 觀眾朋友還知道1995年 三星電子本來要成立三星汽車 結果不得了 你說這個IT產業多厲害多厲害 三星轉做汽車 根本就不是現代的對手 最後是1997風暴 草草結束 併購了之 所以事實上 像三星No7的問題 你可能問Toyota 問育龍都可以解決 他這個 他汽車現在是個自動駕駛的問題 就是安全的問題 你要知道汽車大量普遍的普及化 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發明的煞車器 如果沒有煞車器的話 汽車跑再快對不對 坐得再漂亮對不對 都沒有人敢開上路上去 都沒有人敢買來 然後開上馬路上的 同樣的自動駕駛 也是面臨一樣的問題 你怎麼樣能夠確保 絕對不是問題 所以特斯拉到中國大陸 到德國都出現車禍 所以這個危險性非常高 但是我們不能說 他絕對不是一個趨勢 你看這是美國的汽車雜誌 做的全球性的調查 他發覺18歲到34歲的人 有65%的人認為 將來買汽車 不是跟傳統的汽車業者買 是跟IT廠商去買 你看看說看國家更特別 你看中國大陸有74%的人 認為IT的廠商一定會 取代傳統的汽車業者 對 樂師也做汽車 對 你看這個 印度更高達51% 你看美國反而只有29% 德國 英國反而只有26% 所以這個也面臨到汽車業 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但是我基本上認為 這兩個行業將來一定 要做一些整合的 但是趨勢是不能改變的 為什麼 就是比如說新能源 會是鋰電池嗎 我們做專題 鋰電池可能不是新能源的 最優選項 現在還很難定論 我認為人類的新能源 其實還有發展的空間 絕對不會停滯在鋰電池 這樣的一個階段 但是不管怎麼樣 電動車的發展 其實我跟大家看一個圖 這是2014年他們做的一個預測 他們認為美國還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 電動汽車的市場 其實還是中國 但是到了2015年剛好相反 大陸的電動汽車銷售量 已經突破20萬輛 美國還是在十幾萬輛中間 這個原地踏步 這個問題就出在中國大陸 在政策上的補貼 它所謂補貼也不見得是直接補貼 比如說拍牌會 你知道在大陸大城市裡頭 你要拿牌照 你要去監禮所去競拍 那個費用很高的你知道嗎 牌照會本來就貴了 電動車是基本上不要拍牌會 你也不要牌照稅 所以這是透過政策性的變相補貼 用這種方式對不對 然後推動電動車 另外一點就是國家大量的 建立這個充電樁 我看一個數字2020年的時候 大陸計畫 興建48萬個充電樁 然後可能有2萬多個 所謂的480萬個充電樁 大概有2萬多個充電站 你這個國家不做這種投入 是沒辦法 大陸的電動汽車的發展的路徑 剛好跟美國相反 它從基層民眾的底層需求 做基礎 做起步 但美國像特斯拉 它是從高端的消費市場做起步 現在是兩個策略 哪一個比較好 你可以感覺上 在量的擴充上或成長上 大陸這一招顯然是比較有效 我剛才請問說 3C的太原省會 3C的省會 所有的計程車全部換成電動車 這個是已經開了政府天 大陸很多 比如說上海市的公車 在上海市博會以後 就全部慢慢換成電動公車 但是它有那個基本量 所以我就講說 市場有的時候大就是美 我們可以看一個數字 這是到今年以來對不對 全球汽車市場的成長 好像還不錯 但是你如果把它分開來看 這是中國大陸的成長 這是美國的成長 所以說有人講說 美國這一波的汽車 這個復甦的週期 已經到了一個頂點 已經慢慢慢慢結束了 所以看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大陸好像在量的方面 是取得了一定的優勢 但是我跟大家再看一個數字 這是也是美國人預估的 他認為到2030年的時候 汽車的利潤分配 汽車製造只佔這麼高的比例 軟體佔這麼高的比例 這個Wiring就是線路 汽車上面的線路 它的利潤其實跟汽車製造差不多 所以說將來汽車的軟體 還是會變成主流 為什麼 我自己去賣過車子 我記得20年前我賣車的時候 還沒有什麼雷射音響 還沒有什麼電動車門 但是你看現在車子 哪有沒有電動車 你還看過有手搖車門的嗎 你還有看過哪一部車子 沒有那個雷射音響的嗎 三四年前對不對 你沒有看到就是說裝所謂 衛星導航的還很少 現在幾乎每部車子都是衛星導航 所以人工智慧或者說IT產品的 在汽車的普及化對不對 這是一個大勢所趨 只是說有一些關鍵的技術 還沒有克服 就像我剛剛講 人工智慧面臨到安全的問題 有一天對不對 可以確保這個車子 不隨便去亂撞人的話對不對 它就可以大興起到 很有看到 因為從蘋果退出電動車的計畫 轉為自動駕駛 事實上因為本來是硬體代軟體 就是跟蘋果賣手機一樣 可是蘋果認為硬體沒有未來 我們可以直接下這個結論 所以這個離電池發展 因為包括了日系車廠 基本上你看這個離電池 像台灣現在買的 CAMRIE 油電池的車 都是一個過渡商品 從本田 TOYOTA 都開始做輕能源車 包括德國雙B 包括中國 其實離電池 連馬斯克自己也提到 它是個過渡商品 所以現在這個 第一個烏龍偏逢連夜雨 它的對手現在放棄做電動車 然後另外一個 華爾街不再願意提供 它資金的援助 另外各國政府開始發現 這個電動車的自駕系統有問題 是不是特斯拉最終的末路 當電通車普及化的時候 也就是特斯拉這個美夢 破滅的時候 其實現在很多的品牌 像雙B都有推電動車出來 其實重點是在於 特斯拉也知道這一點 在做轉型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今年9月份以來 特斯拉的概念股 這是台股 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股在這邊很強 9月份低點還沒有被跌破 但是如果我們來看特斯拉 這是什麼 這核大 剛剛看過 破底 然後這是這個 貿連的部分也是破裂 9月為什麼這樣9月以來 因為9月以來 有件有趣的事情 我們來看這裡 9月就是旗艦店開始進出台灣 大家本來想說 這進來的時候 這個會銷量更好 然後股價容易動 結果反而是逆向走 因為大家以前台灣看不到特斯拉 所以現在特斯拉正來台灣 大家看到以後 原來就是一個玩具 所以股價就崩盤 你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說就是剛好一個巧合 這是其實自動駕駛的詛咒 一直籠罩特斯拉 因為其實重點是在於 特斯拉就是他們第一次的事故 就把自己特斯拉的牌子撞翻 簡單來說就是 他跟你講說 因為自動駕駛的問題 不在於它的駕駛本身 而是別人會撞你 這也有可能出現 或者是意外的出現 讓感測器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就會遇到 所以其實整個自動駕駛 原本特斯拉 原本要當噱頭 但現在德國出來講話 剛剛事官已經提到過 德國出來講話說 這個部分還要評估 因為事故都在這裡 我們回來看特斯拉 特斯拉其實在第三季的部分 其實它交車2.45萬輛 算是優於預期的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是Model S Model S的話第三季有1.5萬輛 比第二季9000多輛好 成長5成 對 那Model X部分也是一樣 但是不要忘記 為什麼會這麼好 因為6月份有一個地延出貨 就是延到7月份 所以第二季真的表現得不怎麼樣 所以第三季才比較好 這一次的話有趣的是 它優於預期之後 股價有沒有漲 有 漲一天 我們來看 漲一天 就這邊 這一根小小我圈起來的紅棒 漲一天之後就開始破底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拉全圖 我們來看 其實這裡 第一個就是高盛 他開始調降他的目標價 他把從240美元降到185塊美金 然後平整也降低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Model S Model 3的部分 存在交車的風險 然後還有現金流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是季度的圖 特斯拉已經連續13季都是虧損的 所以其實每一季都在虧損 水平線都是虧損 所以其實大家擔心他的財務的狀況 而且特斯拉對於電池的補貼 非常大 這是個財務負擔 對 一直很多都是財務負擔 再投資跟現行制度的維持都是錢 所以這裡的話交車風險 在剛剛萬明哥有提到 3萬5千美元的部分的Model 3 賣得非常好 又預期 第一週就32萬輛附近 因為他5月份Maxx就自己說 沒有辦法如期交車 所以現行有傳出來說什麼 他們要在中國 可能會在中國設廠的傳言出來 就是因為買的人 很多都在中國大陸 直接在那邊設廠會比較快 但是因為有一些技術的因素 就被否認了 所以我們不敢 我們不敢買這台車來送 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怕好不容易得到冠軍 結果送這台車 冠軍的隔天 就是要去參加告別式 我們都是祝福每一位朋友 所以這裡的話重點在哪裡 特斯拉也意識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跟世光提到過 就是電動車看起來很環保 但是發電的本身有汙染 不怎麼環保 所以特斯拉目前 自己也在做這件事情 他為了環保其實去年 他就推出了這個叫 Powerwall的計畫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用太陽能 然後讓電力儲存在 整個系統裡面 然後用來家用 然後甚至是企業用的狀態 他昨天其實他宣布了一個計畫 在17號的部分 他宣布跟Panasonic合作太陽能 接下來的話 這是Twitter 就是Mask的Twitter 他說28號還有一個新的活動 新的宣布 主要是跟太陽能電池儲存 跟充電裝置有關 一般現在市長預期說 應該是要把他整個這個 太陽能的除電裝置 跟所謂特斯拉的做一個 跟特斯拉的充電裝做一個結合 然後走智慧獨立電網的部分 就跟他說太陽能發出來的電 然後讓特斯拉全部用 這樣子的方式來走 現在比較樂觀的預估說 以後有沒有可能整個特斯拉 為了整個要乾淨的電 不要再拿到污染發出來的電 他在整個車子的本身 就是用太陽能來發電 蔡老師 我們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 在跌利率的環境當中 其實出現非常多 怪異的經營模式 我們在當下我們覺得很成功 像亞馬遜在雲計算的暴衝 把IBM打掛了 把惠普打掛 把斯科打掛了 其實在業內 我們就外面覺得 亞馬遜很厲害 在業內都知道 因為亞馬遜做了一個 完全不可持續性的一個商機 就是零元伺服器 這種大量用低利率 靠發股票 印股票換鈔票 靠大量的發展 然後來應付商業模式 然後商業模式 市占率從20%到30% 股價又大漲 股價大漲就印更多的股票 然後來刺激它的市占率 又是零元送伺服器 到包括特斯拉 馬斯克本身是一個 非常會逐夢的人 他的夢一個夢比一個大 以前是要20億美金 後來要100億美金 現在要200億美金 現在泰國計畫要1000億美金 但從股價來看 我們這邊有月線跟日線 所以為什麼說恐怖 所以這個股票 就跟我們回到2000年 那時候看這些網路股一樣 它就是一個鬼舌蛋 其實電動車就是 裝個電池的汽車而已 現在以股價的量價結構來看 它現在問題大了 世光你把187那個低點 然後後面的低點把它連接起來 破線了 剛好第一根破而已 價格沒破前低 但是線已經破掉了 你再看 剛剛坦克也講到的215 那個就是一個什麼 突破之後的假突破 在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畫出一個上飄期 這個上飄期你一定畫得出來 這個叫上飄期 對 上飄期對應上面的就是頭部 236上面那個頭部是一個頸線 對 下面頸線你畫出來 所以從236跌到這個190幾塊之後 談到215 這是第一波 上飄期完成之後 就是進入第二大波 第二大波如果以這種計算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算 我們以目測來看 上一波跌40幾美元 這一波再跌40幾美元 應該會跌到170幾那附近 170就破 因為這是月星 月星在這邊 對 如果破的話 那個頭部計算的跌幅滿足也出來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6月27那一根大量跳空 那一定是一個有消息面的變化 通常出現之後一定有消息面 這一個的低點一旦被跌破掉 那表示說這個拉起來 187拉到236 這個就是一個逃命結構 既然是一個逃命結構 那一旦破下去 以現在目前來看 破線的機率都很高 你看台股這幾隻跌得好恐怖 何大你那一畫就是頭肩頂 非常漂亮的一個頭肩頂 都從崩盤了 這很快 那一般來講 股價都會先反應 你看你那個僅限一畫 剛破線那個時候 就跟現在Tesla不是也剛破線而已嗎 一破線為什麼有時候停損重要 就是這樣 破線就不對 不對就要停損 好 非常感謝思維 謝謝